SOR3的这个程式 基本上请注意到几件事 第一个,这里是一个模组 主要的也就是这个模组 后面的这一段就好像C元的组程式一样 你写了一个函数,这就是函数 然后你要写个组程式来执行 但是Vlog不太一样的地方是 即使它真正重要的是模组,也就是那个函数 而不是组程式 组程式是用来测试你的这些模组 对不对 注意它的语法,它的语法是module 然后end module 注意end module后面没有分号 但是module的这个后面一定要有分号 否则会语法错误 那这边有input abc 如果这边写input,这代表是输入 output代表输出 如果input后面有加reg 代表说它是可以存东西的 是暂存器形态 如果没有加reg,就是只有单纯线路 单纯线路 所以在这里我们宣告了什么呢? 宣告了一个ab的线路 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储存它的中间结果 你可以从我们刚刚的画的电路图里面看到 g1ab的输出我们叫ab 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宣告这个中间线路 至于输出线路因为已经有放在output了 所以就不用再宣告 所以在这里ab跟c一起进来之后又输出到abc 那这就是SOR3整个电路的设计 接下来反而是比较不容易理解的地方 哪个地方不容易理解? 好